哈囉大家好,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每一次《絕地》所生的改版更新 都讓我為之驚嘆 居然連巨獸之王哥吉拉都來參一角 有如電影般情節出現在遊戲中 主題性的玩法與其中劇情 都讓我為之驚訝 這次的主題中 居然還將三種巨獸分別融入到 《絕地海島》、《熱情雨林》、《利維科》 這三張地圖裡面 回觀世界、全新團進、瞄準模式 都在遊戲中為各位敞開大陸 更新點下去 不要出門亂跑 再加打《絕地求生M》絕對安全 那各位求生者就來開啟你的全新體驗吧 一樣話不多說,繼續看下去就對了 Let's go! 首先可以先來看到地圖上的標示 各位可以發現所有標示的功能與出現地 大約比對一下就可以了解其用意 在地圖中有許多的彩蛋 各位可以在《絕地海島》中探索 前往哥吉拉的所在地 不要認為哥吉拉形同虛設 哥吉拉散發出的氣流是能夠彈飛角色的 哥吉拉也會發出光波 進而傷害到求生者 如果你知道哥吉拉的故事 並且熟悉電影清潔就會理解 哥吉拉為什麼要沿途摧毀Apex營地 摧毀完的Apex營地 在小地圖上會由白色轉為紅色 雖然你也能瞭解哥吉拉已經到了哪個小鎮了 在摧毀前的Apex營地是沒有辦法進入內部的 但經哥吉拉一波攻擊後 就能夠進入哥吉拉摧毀的營地內部獲取與收集物資 哥吉拉的彈射晶體 藍射晶體類似於手雷的存在 高爆發的範圍傷害 被炸傷後還會附帶燃燒效果 成為了在海島上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偷吃物 怪物集中地分為低級、中級、高級 基本上級數越高的區域 怪物的數量就會越多 千萬避免一打多怪物 不然很容易會被怪物的高爆發直接殺死 如果你想要一打多的話 這邊交給大家一個偷吃步 就是把怪物卡在岩體或房外 他們原則上是進不來的 這樣你就可以輕鬆擠下他們 獲取怪物身上的物資 金剛出現在雨林之中 其玩法都跟前面介紹的哥吉拉世界大同小異 金剛的威力非常大 只要在金剛的身邊 有極佳的可能會被騎踩死或震飛 所以若想要跟著金剛的路線 要注意與金剛的距離 才不會白白的送金剛一條命 最後機械哥吉拉位於利維科的一個港口中 機械哥吉拉不像前面兩種怪獸一樣 會有路線的移動 而是在港口邊駐守 其強大的氣場與龐大的神區 在利維科中是非常壯觀的 機械哥吉拉會隨機掃描地圖上的資訊 地圖上會出現一個紅須搜索 表示機械哥吉拉正在注意裡 小心別被他頂上 那這就是本次哥吉拉的重要內容 各位求生者可以在實際遊玩當中 探索更多彩蛋與好玩之處 千萬不要錯過這次的哥吉拉主題 我們下集再見 各位掰掰